平衡線斜律一樣,垂直線又如何呢? 例如這幅圖,我有兩個斜律,分別叫做M1、M2 如果它們雙乘,即乘乘是乘1,那就垂直了 也就是說它們是乘90度,可以嗎? 所以你需要找的東西就是兩條線的斜律 然後乘乘看看是否是乘1 下面看一點題目,兩條線 L1 給你兩點,斜律可以自己計 L2 斜律直接給你2 先看A part A part 叫你計算L1斜律 用兩點,丟進去斜律公式 4-2 除以-4-8 你會計算到-1 over 2 然後再看看L1、L2是否互相垂直 你將兩個斜律,相乘 就是-1乘2 按機的話,出到-1 所以L1是垂直L2 在運算上是很簡單的 但背後為何成為-1,垂直 這個我解釋不到給你聽 因為用的知識,這個課程是沒有包含到的 好了,再下了 這幅圖我已經知道兩條線是垂直 因為我看到有個90度在中間 先找L1斜律和A part 兩點給你 用斜律公式 9--3 over 5--9 應該算到6 over 7 6 over 7 然後它叫你找L2斜律 因為L1和L2是垂直的 所以兩個斜律乘了會出-1 也就是說6 over 7 乘回L2斜律是-1 解方程這樣想 L2斜律會是... 這個6 over 7是正在乘的 你搬過去是變除的 就是-1除6 over 7 按機器的時候幫我豁住 這個分數去按 這樣你會安全一點 不會按錯機 答案是-7 over 8 這樣就完成了 用上垂直的特性 知道邪律關係 解方程 下一題 它就說在這幅圖裡 L1通過CD兩點 L2和Y軸相交於A 你也可以叫A點做Y軸折距 也有些專業一點的名稱 Y軸折距 即是說這條線 與Y軸相交的點 如果它與X軸相交的點 例如L1和X軸相交這一點 就叫X軸折距 只是名字 然後它說除了相交於A B這一點都在上面 L1和L2互相垂直 你會看到成90度 先選A部分 A部分 我們會知道 CD在上面 我們用邪律公式去計算 14-6 除以12-2 這樣就應該得到2 L1邪律是2 到B 找A的座標 A的座標 你又不是完全不知道 其實S座標你會知道 S座標是0 Y座標真的不知道 你叫它做B 待會解方程解了它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分兩個步驟 第一 先找L2斜率 然後再找B 先找L2斜率 再找B 當然L2斜率 你不會用這兩點去找 有未知數 我們用垂直關係去想 那 因為L1垂直L2 它們兩個斜率 成為-1 只要你有其中一個斜率 其實是另一個 你解方程可以計算 兩個L2斜率 就-1 L2斜率-2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假設你真的用這兩點去計算 你會怎樣寫呢 你就說 4-B 除以12-0 那就應該等於-1 這裡不需要特別交叉雙乘 你可以把12扔過去成都可以 4-B 就是-1 乘以12 按機出-6 -B 就會是-10 對方的位置 B就會是-10 所以 最後給回答句 A的座標 就會是0 10 完成 我們先用垂直關係去找邪律 然後再用邪律公式 做一條方程出來 解個B 再下 這個照片三個形 有XYZ 三點 你看到三個點的 summarized 大概而已 希望找回这三条哪个邪略,逐个逐个计算 先计X2Z,看着两点座标 -4-8,随二 -18-16 我的邪律就是6 over 17 再来,譬如我今次计算XY的邪律 你看着XY亮点,邪律公式-4-16,随二-18-0 -2 over 3 最后,计算正底的边,YZ邪律-16-8,随二-0-16,3 over 2 三条边的邪律都计算了 然后B part 它就希望你证明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,并指出哪一直角是直角 当然你不会用回我们以前找角度的方法去做,这一课和邪律有关 你看一看,有没有两条线是互相垂直,那就是90度 怎样判断 有没有两条线是负1 你只看,应该观察到这两条线 OK? 那你就写了 因为,因为XY邪律乘以YZ邪律乘以YZ邪律是-2 over 3,乘以3 over 2,即是-1 所以,XY是垂直,YZ 也就是,这个是90度 所以,角度XYZ是90度 三角形XYZ是直角三角形 那便做完证明 我们利用两条直线的邪律乘以-1 球出垂直,从而判断它有90度 小总结,记得平衡线的话 平衡,邪律一样 垂直,邪律乘埋,会等于-1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,讲完这个终点公式,就完结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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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